詞・曲 李登輝 邰輝 、李登輝 那最近幾年來 有很多的公民媒體 公民團體 也對傳播媒體的問題 對他開的行動 例如最近的旺中案 最近的旺中案,那旺中以一個跨媒體集團,然後最近又要併購有限電視的系統 那但是政府對這個議題一直都沒有積極的回應 那這樣子一面的像財產起邪 那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其實我們未來都會進入傳播業界 所以我們關心的是在傳播業界當中的勞動的問題 像前陣子林喬玉記者被告的這件事情 其實他也凸省了我們在法治層面上 上面對於記者勞動的保障的不足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其實現在除了在線上的記者之外 也有很多是選擇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在為我們台灣的傳媒環境去努力 但是公民記者的身份其實在台灣的這個環境當中也是非常的曖昧不明 那是不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或是我們的政策 有辦法去保障到這一群可能未來是對於我們台灣的媒體產業 是有正面影響力的這群公民記者 這也是我們希望政府或者是總統候選人他們可以提出的一個回應 就台灣的新聞電視台呢 看了之後一無所得 看了就沮喪 很多人看了之後就算了 就不問不問了 那麼就覺得說台灣電視只能夠這個樣子 那我想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他有義務有責任 那麼對於這一些問題呢 做一些比較妥善的一些處理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對於我們國家的影視產業必須有積極的投資 我們的內容必須要夠好 所以我們才能夠把我們的內容傳輸到大陸去 把我們的觀點影響到大陸的一些比較進步的人士 那所以我們國家的廣電 例如說公共電視是壯大不強大不急團化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這樣我們才能夠有充分的自信心 在兩岸交流上不會說完全都是 處於消極的被動的或者是防疫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更積極的把我們的內容 把我們台灣民主的成果歷史的機會 然後傳達到對岸去 其實大陸很多的學界到知識界都非常期待台灣的媒體 至於媒體所帶來的這個民主化能夠更扎實 能夠給大陸一個典範 然後搖頭嘆息台灣的這個言論自由 媒體並不珍惜然後竟做那些爛東西 然後把這些爛東西再輸到大陸去 那麼這個是非常遺憾的一個事情 我們的公共電視已經是台灣所有電視傳媒機構裡面 顧員人數最多的 但是它跟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如此的一個反應出來 那中間就需要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好好提出他們的看法 特別是明年公共電視進入第15年 那林教授剛剛也特別提到 他們的規模只是在鼠中無大將 在台灣好像是還可以 在國際之間是非常的一個不足夠的 所以公共電視提出的看法 那第二個就是望中所引起的 那麼對於這個有線電視這種電視輸送的平台 水平的 又有7-11這種通路 又有可以決定什麼東西可以上架的 對這樣的問題它怎麼處理 對於一頁的一個結合 從這一個跨媒體 從平面跨到這個電子媒體 那麼是不是應該有些前章心的看法 提出一些管理的措施 那最後政府講了很多 但是都是口號 他們也知道 Content is King 節目內容才是王道 但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政府對於這方面的措施 都是打散彈 天女散花 隨便把錢灑一灑 就像最近的夢想家 隨便灑到惡意 但是它對於效果的積累 有沒有產生什麼積極的作用呢 台灣的人才難道都沒有這個能力嗎 還是說他們的工作條件出現了問題 那這一些都是在總統這樣的一個選舉的過程裡面呢 應該把這些議題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 向我們所有的國民做一個報告 向我們所有的國民做一個報告 如果以為大家會進入看 我們會不會有的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的 真的